車啊 你叫他到車啦 男子酒氣衝天 站都站不穩 如倫次不說 渾然不知 自己剛剛開車 不但沒開大燈 還一連撞了好幾台車 銀色修旅車 左右車頭前毀損 車身裂痕 前輪煤氣 49歲的理性駕駛喝醉了 把馬路當成在車場 27號晚間11點一路從新龍路 220巷開始沿路撞倒 撞壞了兩台機車 七台汽車 他或許沒看到那是一條路 他可能就這樣撞上去了 然後發現撞到的時候 他才有退回來 公園內的反光鏡撞得歪七扭八 警方巡哲理性男子的行車路線 還發現有車輛 因為強力撞擊 嚴重變形 酒醉還在迷茫當中 所以他只有 他並不曉得他有撞那麼多部車子 原警眼間發現車輛有意 一路追捕了100公尺 才把當時行車時速70公里的駕駛 攔了下來 只是被撞的九台車輛 和反光鏡實在無辜 男子酒醒後發現住下大錯 還得面臨修車賠償費用 接著揚州市夜營台北報導